台湾式大學 大學是什麼 過年問這些真的好想翻白眼 真的翻了白眼 OK嗎 是的 新年到 但是在過年的期間 難免家族的聚會裡面 大家其實會遇到一些小小的困擾 對 因為可能大家一年到頭 也不一定見到面 然後一見到面之後 就會常常問那一些 很多需要更新的問題 對… 然後有時候不知道聊什麼 就會刻意講一些 其實不是很好聊的話題 紅包包多少這種 工作年重拿多少 這種 其實都會這樣子的 因為他雖然是親戚 有些是遠房親戚 你們雖然有血緣關係 但是問題是 真的 因為一年都可能只見那一次 過年大家就是要聚在一起 然後想要熱絡的討論一些生活 對 又覺得大家是親戚 有血緣關係 所以一定要聊一下這樣子 但是有時候聊的內容 可能會干擾到一些 小朋友幼小的心靈 對 就會想要翻白眼 對 小時候一定都遇過對不對 像我的話就是會 就是常常見到可能一些長輩 就會說 你這個小人 你怎麼會記得 不會叫人喔 對啊 叫一下 有時候那個 那個三幾公跟那個 細菁婆什麼 那個有時候順序 你會搞不清楚 叫錯了 對 一年只見一次 然後你常常就被考試 對 然後再說 還會叫不對 怎麼可能 他生了的時候 還幫你換藥主 幫你換尿布呢 他還看過你的小雞雞呢 對啊… 你那時候小雞雞還歪歪的 大家都還很緊張 就會提出來 現在… 對 就反而會讓你… 然後前面還就會討論 你小雞雞的話 對 因為你已經長大了 可是他還是把你當成 那麼小的小朋友 對 這真的是歪的 不… 等一下現在大家都開始去呼吸 要涼嗎 不要 不要涼嗎 怎麼又偏了 好… 我們來問一下大學生好了 每年過年 你會害怕家庭聚會嗎 為什麼 先插一下 ERICA好了 家人喝醉 逼我娛樂長輩 每一次 每一次我回鄉下的時候 因為我可能就是坐車 然後很晚才到 到的時候他們都已經喝開了 然後他們喝開的時候 就很可怕 他們可能就說 你不是有上電視嗎 來…外公前面表演一下 讓外公開心 再給你紅包 什麼 所以妳都表演什麼 沒有 我就乾笑 然後我才藝 還跟進去投摸 而且這也太爛了吧 沒有乾笑 妳的才藝是乾笑 現在表演一下 好厲害 因為都是親戚 都是長輩我可以幹嘛 我真的熱舞 這樣也很奇怪 下次試試看 可是小時候會不會真的有 就是 以前我們家也會有那種 要表演才可以拿紅包 有皮膚嗎 對啊 有些是那樣的 他有這種經驗 就是 我們再繼續問下一個好了 好… 有…妳看恩綺的才藝是 這不是… 這不是才藝 才藝…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問題 沒有 因為我阿公是中泡衫 等一下 我要講一下 Linda跟妳廚師中泡衫 對… 然後就是家裡都很多一些那種 就是不敢吃的東西 然後就是親戚就說 那個… 那個什麼女孩吃這個很好啊 就是對皮膚很好啊 高蛋白 然後就一直逼我吃雞高 然後我覺得 我就是放白眼是吞笑 我覺得受不了 不過你皮膚還不錯 該不會吸胃 真的嗎 對啊 好… 阿公 謝謝你 因為她的東西是妳的稿才對 家長 妳是為妳好 對 Angela 是 我們家綺一直都有發紅包給我 但我至今23年來 從來沒有拿過真的有錢的紅包 就是他們每次都這樣 包給我之後 然後我就說謝謝 然後我媽就會衝過來說 好 謝謝 然後就把裡面的錢抽走 然後把紅包帶還給我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從來都不知道 我拿過多少紅包錢 我媽都拿走 我只有留過紅包帶到現在 這個其實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媽媽… 然後等到真的 你這樣抱怨了一輩子之後 有一天你媽媽真的年紀大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 他就把一個唇膽布拿 好想哭喔 有這麼感人喔 有這麼感人耶 真的 我之前有問過媽媽耶 可是媽媽又說 沒有啊 他跟我講沒有 我原本要拿那紅包錢買車機 然後他講過我講沒有耶 車機是 車衣服的車機 然後他說沒有 我也沒辦法 他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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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需要用到他媽媽講話 因為其實今天 我們除了同學說法之外 我們請來了幾位家長 來讓我們一起聊一下說 為什麼他們那麼喜歡講這些問題 說不定他們有他們的苦衷 好嗎 可以歡迎我們的家長 是的 今天請來六位家長代表 來和大家說明為什麼過年時 家中長輩總愛問些 令晚輩超尷尬的問題呢 那好嗎 你最喜歡問小孩 過年的時候 問親戚小孩什麼問題 其實回去的話 親戚就是很久 有時候一年就碰那一次 所以他們很高興 有時候就會說 大豪 然後你在電視 尤其大學生的美星人那麼紅 每個親戚都有看到 就把他當明星一樣 有一次出去 還叫他說叫他小提琴 有沒有可不可以馬上表演 可是不可能出去小提琴都帶著 所以有時候就會變成說 小提琴沒有人問要不要唱歌 所以之後我們就每次 然後他們都一定要那種台語歌 他們都要點那台語歌雙人枕頭 雪中紅這樣 沒有 他有一個很可愛的表弟 很可愛說 哥哥 你可不可以彈哆啦A夢 他說 他就用點歌的方式 有時候我們是 我們也不想讓我們的親戚 覺得失落感 所以我跟大豪 就盡量配合我們所有的親戚 阿里巴你通常會問這個親戚小孩 過年的時候你問他什麼問題 我小時候就這樣子 也就是我的長輩問我什麼話 我也會很尷尬 可是我從來 因為我這個人很 然後我都不會講話 我都不會這樣講 所以…等到我現在 我長大了以後 我當為人父母之後 親戚朋友來的話 我就是問我 以前我長輩問我的那一套 不是 就是你不喜歡的那一套 因為我不會其他的問法 所以一定是問說 有沒有女朋友 有沒有男朋友 工作怎麼樣 特別因為我又是做教育工作的 所以考試成績怎麼樣 是一定會問的 對啊 可是不得已的 對啊 可是我剛剛得到的訊息 好像不是這樣 我剛剛得到的訊息是說 你剛剛有坐到哈利的位置上面 然後跟琪琪講說 你好 你剛剛有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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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對琪琪講說 你好 我是嘻哈 你真的可以 這有看法 對啊 琪琪琪 你剛剛有看法 這個真的是有道理 因為 因為我真的是剛毅木娜 真的是很老實 然後很不敢去面對人 所以當我看到我的兒子這樣的時候 事實上我是羨慕的 又多想坐到那個位子 可是我現在不是大學生 我是大學生的阿公 所以就只有在那個 還沒開錄之前 先去做一下過過癮 透過一個角色扮演的過程 對 但是你想要 真的想要跟琪琪聊天的話 可以先問一下琪琪媽